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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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 我是Yuki 現在已經快要八月底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來畫我九月份的子彈筆記 八月份我用的是一個比較復古一點的主題 所以呢九月份我就想要說 做一個比較簡約一點的 因為八月份的這個實在是有一點太多了 有點太複雜 所以九月份我就打算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 簡約的一個風格 然後說一下我在九月份這個子彈筆記主題 打算用到的一些筆 我不一定會都用到 但是我覺得主要都會用這些 首先這是一個白色的一個 uniball的一個筆 然後這個是tumball draw brush pen 是黑色的 因為是簡約主題 所以我這個這一個月的主題 就打算是只用黑白灰這三個顏色 然後這個是pentel的一支黑色的筆 它是一個細細的刷頭 有點像一個籤子筆一樣 然後這兩支就是無印的兩支筆 一個是黑色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灰色的 灰色的我可能會用 也可能不會用 所以我就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黑色的一個勾線筆 fineliner 好那我們現在就跟我一起來 完成我九月份的子彈筆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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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那我的主题页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就这边写了一个September 就是9月 然后这边我就画了我喜欢的满天心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满天心 但就是很简单就画树枝 然后画圆圈 然后这边就画了一些叶子 我这边加了一小片 就是这个还是之前我在淘宝买的这些纸 一个牛皮纸 这种颜色的一个纸 然后呢 就这样画了一个叶子 就算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吧 然后这边我就是很简单的写了一个 9月份的日历 那这就是我的9月份的主题页 那现在呢我就来画我的日计画 日计画呢 我想法还是跟上一个月的日计画类似 就是还是一夜 一夜上面呢 就是四天 每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的日计划就完成了 日计划其实是跟上一个月比较类似 就是中间这边呢 就是我每一天 我就可以写我今天有什么东西要做呀 或者是我的今天的行程是什么 然后这一边呢我就写了一个goes 就是目标 就是我这一个星期呢 我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我想要准备的东西 这边我就想说我可以写 我下一个星期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心理准备 然后也是就是在这个星期的话 我可以看到我下个星期要做什么 我就可以更好的分配我这个星期的时间 就比如说我下个星期要是有一个论文要交的话 那我可能这个星期就要开始写 这样的话我前面的东西就一定要按时完成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下一个星期要完成的一些东西的进度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写了一个muse 就是我的餐单 就是就比如说我星期二我午餐想要吃什么 晚餐想要做什么我就会写下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因为有时候我会提前想好 接下来两天就要吃什么 但是呢我要是不写下来的话 有时候我就会忘记 忘记了的话呢这样的话 有时候我有些食材放在冰箱里 可能本来要吃的 可能快要过期的 本来应该要把它消耗掉的呢 我却自己就忘记吃了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浪费一些食材 就它过期了就只能扔了就吃不了 所以我就写下来 所以我就这一个月呢我就想试着 把我想要做的一些菜写下来 这样的话我可以看看能不能更加好的去控制 我们家里的一个食材的运用吧 对然后提前计划好了 就那一天也不用再想着说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呀 就不需要再浪费那样的时间去想 对那这就是我的这个月的日计划 一直到这一里 这边还有一个空位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我要拿来干什么 但是我可能到时候用着用着的时候 可能就会突然想起来要写一些东西的话 我可能就会运用一下这边的空位吧 要不然感觉有点浪费 好那现在呢我就开始画我的Happy Tracker Happy Tracker这一次呢 我就打算是用两页这样 我其实挺喜欢我上一个月这样的方式的 我觉得我就这样每一天 要是完成了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就会用一个 也一样是一个Tumbo的Dural Brush Pen 但就是浅色的去把它上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我觉得第一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挺整齐的那种感觉 然后感觉也挺方便的挺直观 所以呢我这一个月就打算这样做吧 但是因为平常之前我都是只用在一页 我就觉得有点紧 所以这一个月呢我就想要说试一下 Happy Tracker把它画在两页上面 这样过来 希望会看起来好看一点吧 然后因为这个月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其实也没有画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一边 Happy Tracker这一页给它扩大了 让它看起来多一点东西的感觉 好那我现在就来完成我的好习惯养成 香港人的美食 好那我的HappyTracker好习惯养成这一页也完成了 这一边呢就是我想要坚持的一些好习惯 然后这边就是1号到30号的一个打卡状态 因为是自己手画的圆圈 所以呢它的每一个大小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还好 如果你很介意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买那种圆形的一个印章 就自己印上去 可以保证一个大小的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的9月份的子弹笔记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还有快速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以及为我按赞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